首先我解釋一下這個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的特別的地方 這個重點是什麼 因為有時有些人看聖經就看到我要做什麼 我要不要做什麼 我要遵從神 要做什麼 很多時候就看到這一方面 其實在聖經裡面很多時候就會講到 神幾美好的 神的屬性或者本性和祂的恩典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神做任何的事其實都是因為出於祂的本性 就是祂本性是很美善的 祂怎麼美善呢 祂又接立我們就算人失敗做得不好 神都依然接立的 神都依然是很關心 神都是很想祝福 神都是不斷想提升人的 就是神不會說因為人不行 不夠好 所以神就不理我們 神永遠都不會這樣的 神永遠都是接立人 關心人 祂體重人 我們每一個生命都是非常寶貴的 現在我講出神一些很寶貴的地方 神的聖情 祂也是聖結 是無罪的 有些人聽到無罪就很害怕 死了 很難的 無罪怎麼可以無罪呢 但是當我們想一下 天堂呢 為什麼這麼好呢 就是因為天堂沒有罪 天堂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人發怒啊 發脾氣啊 罵人啊 說謊 天堂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的 完全沒有任何看小人 譬如有時有些基督徒呢 都會在地上呢 跟人關係不好的 那就會有時呢 如果我翌日去到天堂見到這個人 不知道他還會不會記掛我那些不好的東西呢 那但是天堂就是因為沒有罪 所以那些人呢 是完全會不再計較以前 有那些什麼不好的經歷 有那些什麼不好的相處 在天堂的時候呢 因為沒有罪啊 是直接沒有了這種性去判斷人 你真的不好啊 你真的不好啊 有什麼不好啊 就是到了天堂的時候呢 是完全不會再計較人這些所有的問題的 人所有的問題已經不再計較 而只是去對人好的而已 在天堂呢 完全對人好 所以神的聖結是非常之美的 在神的聖結裡面呢 人呢再沒有任何的污衛啊 任何不好的東西啊 什麼都沒有了 神全部都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神的聖結是很美麗的喔 神也是很有耐性去幫我們啦 神又很有智慧啦 所以祂設計我們的身體很奇妙啦 設計我們的生命很奇妙啦 神呢又 我們多次雖然犯罪軟弱 但是神呢 依然不計較一路幫我們的 那其實神的美好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方面的 那麽我們 那麽我們 那麽我們越看聖經 就越會看到神的那種本性 越會看到神那種本性的美好 那麽我們呢就 就學習啦 就是說呢 從任何經文都去找下 神有什麽美好的地方 神有什麽完美的地方 就是我們學習去看一下 神有什麽完美的地方 那麽我現在用一個經文啦 那麽就 我就用這個經文來解釋下 從這個經文我們可以看到神的什麽本性 那麽就 譬如說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者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就是任何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呢 來到神那裏呢 神都可以叫我們得到安息 那麽這件事呢 是告訴我們呢 神有什麽本性呢 那麽有時那些人不懂得怎麽想啊 那麽我現在就 幫大家去想一想啦 神的本性是什麽呢 首先 祂本身是完全的安息的 就是祂在裏面呢 是完全的安靜 平穩安靜 是完全呢 是沒有重擔沒有煩惱 是完全呢 雖然祂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很多事情不斷要做 但是祂一點煩惱都沒有的 祂不會激氣不會怒躁 不會呢 因為困難 或者煩惱 神其實很煩惱的 很多很多事情做 億萬樣事情 一起做的 但是神呢 不會因為祂有億萬人做 而變得 變得祂很煩惱的 神是不會的 首先祂本身是很平穩安靜 然後呢 祂的恩典是什麽呢 祂能夠幫人得到安靜 就是當人親近祂的時候呢 就可以得到安靜的 當人親近祂的時候呢 祂的平穩安靜就會來到人那裏了 祂就可以呢 叫人的心呢 輕鬆平安 不用擔心 為什麽不用擔心呢 因為神會照顧啊 神會照顧我們 神會幫我們 神會辦事啊 就是我們任何地方需要幫助的 祂都會幫我們 所以呢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了 不需要背著擔子了 就因為祂本身會照顧一切 祂照顧一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非常之興省 平安喜樂 這樣去處理我們的生命啊 去做任何事啊 都知道神一定會照顧的 神一定會和我們一起的 這個就是祂的恩典了 而當我們依靠祂 親近祂的時候呢 那 神又會喜悅的 神會歡喜的 祂就會歡喜 祂就會賞賜我們 祝福我們的 神就是一個 這麽好的神 祂又幫我們 而那些人肯接受幫助的 神就會很歡喜 神就會賞賜 就會加力給祂 這個就是神那種 美善啊 就是祂的恩典 恩典就是 任何祂做在我們身上好的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經文 我們就馬上說 哇 神真是很美善啊 真是很完美啊 真是很接納人啊 祂真是不介意人的軟弱 不介意人有什麽地方不好 祂一點都不介意 祂只是個心就是想祝福 祂明白人是有問題的 祂接受人有問題的 祂不會覺得驚訝的 祂不會說 為什麽你們這麽差啊 祂會 只要我們找祂幫助 神就會歡喜的了 只要我們去找神 神啊你幫我 神就會歡喜的 所以這個神的很重要的恩 祂那個聖情 是非常之美好的聖情 是接納人幫人 而當人一回應祂的時候 神又很歡喜的 神就必定賞賜這個人了 那這個呢 就是神的屬性了 就是在這個經文裏面去找 那怎麽找呢 就是爲什麽我會找到這些的屬性呢 就是這樣啊 我們這樣想啊 神要做到能夠去 令我們安息 祂需要有什麽本性 和祂需要做些什麽才能夠叫人安息呢 祂需要本身都是安息的 祂有這個能力的 祂是很平穩安靜的 祂不擔心的 這是第一啦 祂本身是很不擔心的 第二就是祂有心去幫我們 祂有心去幫助任何尋找祂的人 找祂的人神是有心幫我們的 神是很歡喜來幫我們的 祂也都有能力幫我們的 祂有能力把我們的重擔煩惱拿走的 那這個就是神那種祂的恩典 祂能夠呢 幫我們 讓我們的人呢 輕省 祂也都 祂的同在呢 就是當人親近祂的時候 神的同在是會帶來平安 輕省 舒服的喔 整個人就會鬆了 整個人就會舒服 整個人呢就會 就是親近神的時候 有些人會有很多的煩惱 但是當你一親近神呢 他人就即時輕省了 即時輕鬆的 那這個就是神那種的特性 就是祂有這種的恩典有的能力 那為什麼我們 在查經的時候 需要去找出神這種的質素呢 因為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講聖經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說 哇 神真是好 原來神這麼接立我的 因為很多人呢 經常都覺得 神不是很接立祂 祂覺得自己不夠好啊 祂就覺得呢 神是不接立祂的 神是 就是嫌祂不夠好啊 就覺得呢 很難達到神的標準了 那這個是很多人的心態 就覺得很難達到神的標準了 很難得到神的喜悅 但是神呢 就不是這樣 就是人就是這樣 人就是整天都會為你做得不夠好啊 這樣 但是神呢 祂見到人做得不好 只要那個人找祂 只要那個人尋求神 尋求神去幫助 神就歡喜的 祂不是說啊我不用神 祂不需要神的時候 祂覺得不需要神的時候 神是幫不了祂的 但是祂覺得我需要神 求神去幫我呢 神是很歡喜去幫祂的 那麽也都神有能力喔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都想幫我們的 但是祂沒有能力 祂幫不了 但是神呢 有能力將 叫我們能夠興爭平安 喜樂 那麽這個就是神那種的 祂有能力 祂有恩典 祂很想幫我們 那麽於是當我們明白神的 那個本性 和祂的恩典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歡喜神 哇神原來這麽好的 我就可以放心親近神 就是我自己呢 我一想到神 我是很開心的 我是整天都很喜歡神 因為神真的實在是很美好的 我一見到神呢 我就很歡喜的 我一想到神我就很歡喜的了 因為我整天都記住祂那些什麽好的東西 我整天都思想祂的好的東西 我看聖經呢 我整天都會想神呢 真是美好 神做的真是美好 我整天都會去想神的美好 所以我時時都以神為樂的 那這個神屬性查經法呢 和講道法呢 就是時時都會講出神多麽美好 那我需要去思想的 每一段經文講出神的 就是背後神的本性呢 都是不同的 都是不同的 譬如我剛剛講到呢 就是講到 怎樣神叫我們能夠安息 在煩惱之中得到安息 這個是神的 神的 在這個經文所做的工作 在不同經文呢 神會做不同的工作的 那如果當我們整天都 整天都去思想聖經的經文 我們越思想得多 我們就越明白神的美善 我們就越能夠 在任何經文都發掘到 相關的 有關的 神的本性和恩典了 那我又用另外一個經文去做比喻 大家去明白 怎樣在經文中有神的 祂的本性和恩典 就是有些不同的經文 有些什麼 看到神的恩典 譬如另一個經文就是 《二塞書》六十一章一至三節 那裏講到 神差以外去醫好傷心的人 去醫治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那這些經文就講到 神是能夠醫治人 又給人有安慰 還有給人有喜樂 喜樂悠 代替悲哀 讚美醫 代替憂傷之靈 就是神是能夠醫好我們 在這個經文可以 背後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神的屬性有時不是 在表面看到的 是背後的 就是你思想的經文 神要做到這件事 祂需要有什麼質素 神需要有什麼質素 祂需要有什麼本性 和祂有心怎樣幫我們 然後祂才做到這件事 這個經文《二塞書》六十一章一至三節 就是神的本性是什麼呢 祂本身是完全沒有任何需要醫治的東西的 祂本身是完全的 喜樂啊 平安啊 是完全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憂傷痛苦啊 令到祂呢 心靈裡面是有創傷啊 雖然很多人不聽祂說 但是神是沒有創傷的 但是人是會有創傷的 那神的本性呢 就是祂是完美地 沒有任何的創傷 就算人傷害祂 祂一樣是充滿喜樂 充滿愛的 那這個就是神的本性 祂完全是充滿愛 和喜樂啊 祂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心靈醫治的 那這個恩典是什麼呢 恩典是祂很想去幫人得醫治 祂知道人的痛苦 祂明白人的痛苦 祂知道人很憂傷 祂會接立人 祂會接立 人有憂傷的 人有不開心的 祂會接立人 祂接立人的時候呢 祂就會有能力 祂有能力去幫我們 祂有能力來到我們身上 感動我們 叫我們呢 順教祂 祂就可以 將我們的重擔釋放 祂也都有不同的教導 可以教導我們 怎麼不給惡人影響啊 怎麼深信我們的生命是寶貴啊 叫我們的生命是 可以不受人影響啊 就是神是 一方面 祂的同在可以醫治 第二方面 祂的話語和教導可以醫治 和神本性是很想醫治我們的 神是很想醫治我們 神是不會不理人的 祂見到人的情況呢 祂是很想幫助 祂是 心裏面呢 憐憫人 關心人 接立人 那這些就是神的本性了 關於醫治那方面了 醫治那方面 好了 那我們又有另一個經文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就多去思想 多去思想 什麼經文都去思想 神有什麼本性 那個經文 有時候沒有說出來的 不過你想想 如果神做到這件事 祂本身有些什麼的本性 還有祂有些什麼恩典 祂為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明白的時候呢 就能夠說出祂的本性和恩典 因為呢 神的本性 是有時候在經文 沒有直接說出來的 就是好像馬太十一章那裡 我先在發掘祂背後的本性 就是祂是完全沒有重擔的 沒有煩惱的 祂是完全 就是輕省的 雖然祂有多少事情做 祂都是很輕省的 這件事就是聖經沒有在這裏說的 祂在這裏沒有說的 但是我們可以去思想 如果神能夠叫勞虎擔重擔的人得到安息 那就是祂本身是安息 還有祂有能力可以幫到人得到安息 那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去思想就會明白神背後的本性 那我們用這個方法去不斷查不同的經文 去思想神背後的本性 當我們講聖經的時候 就能夠令人欣賞神歡喜神了 好 我現在簡單講了 因為這個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 是大家可以做功課去逐步明白的 那我的文件裏面有很多的經文 大家可以去明白神的 去查考思想神的本性 我下一次有機會講的時候 我都會再講的 再講 怎樣在不同的經文可以看到神的本性 和神的恩典 就是我們的訓練 就是讓人去學習 怎樣去從不同的經文發掘神的屬性和恩典 以及我會應用在講道的 就是我這次就是 這次是短短的 去講這個要點就是解釋到 怎樣由一些經文可以找出神的本性 和祂的恩典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七個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神你很美善 當我們去看一下神你做不同的作為 去看到神背後你那種本性的美好 神你真是很美好 神你真是充滿愛 充滿恩典 充滿憐憫 充滿接立 也都充滿智慧 也有能力改變我們 有能力醫治我們 安慰我們 神你真是完全的美善 而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因為就算我們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屬基督的 都不能不得上次 神是不難去討喜悅的 我們做任何事遵從你 你都會喜悅的 所以我們做基督徒可以做得很開心 很快樂 也都就是告訴你 神的本性是充滿喜樂 充滿平安接立人的 我們就很願意去侍奉神 因為如果我們將一杯涼水給人 都不能不得上次 何況呢 我們願意去祝福人 去建立人的靈命 去傳人福音 神更加會歡喜的 求主祝福我們每一個生命被提升 被神大大的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賜給我們動力 發揮我們的生命 因為有一天我們都需要交障的 幫助我們在神面前 是果子累累 是有很多很多的果子 是很多的恩典 很多神的禮物在我們身上 也都結出各樣的果子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小神 祝福 把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